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 大家好 继续回来早上半夜总结环节 身边的嘉宾亦是郭岑友商与我们聊天 郭岑尔早安 早安 跟进来是提及今天情况 首先看到今天行指高开123点 报在23351点 今天高位见过23357点 似乎势头有阻力在反倒 升幅明显收集 现在这一刻升57点 报23285点 成交今晚271亿 国企指数升25点 报10654点 期指暂暂时做23270点 升60点 低水17点 成交量21000多张 美国方面的破冰或参众两院方面的消息 终于可以得到一个结果 就是债务上下的问题 得意是延迟的 也看到道指方面 昨天来说也升200多点多 但似乎港股势头不太动 虽然今天高开 但升下也没什么力量 暂时来说23286点 这个水平 后市来讲有什么分析呢 美股方面又怎样影响港股的走势 其实港股近期来说 虽然有少少反复 但相对低位升上来的话 其实高台的少少整固和消化 根本上属于一个正常的 升后的技术上的整固形态 低位是19426点 这是6月25号的日中低位 之后就开始上升了 暂时去到9月19日的高位 23554点就受制了 这个中期升浪 前后升了4128点 经过4128点的上升 如果大市真的需要 技术上的调整和消化 根本上就很正常 但大家看看 整个市由23554点开始的回落 去到今个月 10号的低位 22743点已经暂时止暴了 即是跌回811点 相对升了4128点来说 市实际是回套了19.6% 根本上只是属于一个高台的消化和整固 严格来说不属于一个 比较正常的调整 一般所谓的正常调整 升了4128点 回调三分之一 你都可能见一见 22178点 但你看看指数 一直咬着23000点 在阻挡的水平 即是始终不肯进一步向下走 形态事实上真是偏稳 不要看现在的指数 升不了 大家应该想想 经过4128点上升 市根本上一直不肯跌 现在是处于一个高台的整固 到底整固多久 或者整固国后怎样走 才是一个问题 第一就是 恒指现在虽然有少少反复 但是直到现在这一秒钟 都仍然在10天和20天线流上 形态是属于一个叫浴市顶的格局 所谓的顶 就是9月19日的高位23554点 当然之 今个月的市 虽然已经过了大半个月 但是直到现在这分钟 今个月的低位是10日的22743点 高位暂时来说是15日的23411点 在这种先低后高形态下 今个月的波幅暂时来说是有668点 很明显668点的波幅根本上不可能满足整个月的要求 简单来说 今个月 几乎可以肯定一定有更加大的波幅点 让我看到 问题就是更加高还是更加低的指数 先说更加高 暂时的指数刚才提到 仍然就在10篇和20篇线上 严格来说 一日指数仍然能够稳守这两组平均移动线之上 形态仍然处于一个浴市顶的格局 好了 以低位22743点来计算 只要今个月头到尾 有1000或128点的上升波幅 恒指已经可以试一试 23743 甚至乎23943点 当年之 最重要就是千万不要跌穿 22743点 但是暂时来说就不会看得那么低 因为 直到这一分钟 我们先要留意10天和20天线的防守性 只要一日恒指仍然走在10天和20天线流上 你根本上不需要担心 指数会下市或者下波22743点 有一个说法就是 其实今年的市 到底在哪一个交易日或者哪一个阶段 能够成功上破今年全年的高位23944点 这个才值得关注 因为直到现在这分钟 恒生指数是由2月4日的23944 跌到6月25日的19426点 其实市直到这一分钟 仍然属于一个先高而后低的形态 我说一三年的市况 期间来说跌幅累积下来有4518点 刚才我提到 今个月的低位是22743点 只要有1200点阻振上升波幅 已经可以看到23943 和今年全年的高位23944根本上属同一个指数 简单说 今个月如果不是升1000 升102点 你已经可以有个技术上的突破了 所以 10月份 比较乐观的看法就是 在下半个月只要指数不再低于22743点 恒指是有机会 第一上破 9月份的高位23554 第二就会挑战今年全年的高位 23944 一旦成功突破了23944 我相信到时市场起分会较刺烈 因为再进一步向上网 已经是三年前的高位 亦都是牛市异期的浪顶 2010年11月8日的24988点 我自己觉得 大市暂时欠缺动力上升 这个很明显是看到的 因为成交金额真的很稀疏 要解释这些现样其实也不难 拿着货的机构性投资者 或者 或者是普通的投资者 他都会有一个看法就是 未来在内地政策不断扶持之下 而美国的相关问题 最终一定可以解决 那就是说市是会进一步向上推升 就算你现在这一分钟稍微少少牛皮 少少拉脚也好 都不是一个大问题的 不跌穿这些重要的支持据点根本上没有问题 股市往往都是这样 不跌就定的 一跌就开始 市场开始乱了 跌到最低位的时间 不沽不沽都要叫沽的 因为被市场的气氛 所影响 但直到这一分钟 暂时感觉不到 这个势头会出现 很明显看到 如果大市 在未来一段交易日 能够正式 上破23,944 今年的市 将可扭转成为先低 而后高 连同去年计在内 就连续两年出现先低后高 这个就在金融海啸之后 都没见过 那就是说 整个市 有机会 亦都有条件 进一步向上市 24,988点 这个是牛市 二期的浪顶 其实这个才是关键所在 现在的市 升50 跌100 升200 跌180 根本上不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 你不要跌得太过离谱 就是不要跌得太过离谱 就是说 在调整当中 不要跌了10天和20天线 如果你说在10天和20天线之间 穿梭上上落落 或者是 有少少反复 其实没有大问题 很正常很正常 不是说穿10天线一定要沽货 只不过 穿10天线之后 跌穿 可能代表大市 进一步向上攀爬的 势头 技术上是转弱了 最多就是这么说 我自己觉得 10月份 剩下的交易天 都不是很多 事实上 2013年剩下的交易 时间 亦真的不是太多 投达尾 都只有10个礼拜 而在这10个礼拜之内 你说市有没有机会挑战 23944年金银全年高位 我觉得是相当大 比较乐观的看法就是 这个月底前已经可以上破了 但是当然 凡事都会有些 保留才是好的 因为 会不会有些突然间 利淡不明朗因素 突然间涌现 会障碍了 一些资金入市的态度 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所以 这个月就算破不了也好 可能下个月或者 下个月的上半个月 已经有机会问鼎23944 一旦升破了 我当你11月中 升破了 来说的话 就剩下6个礼拜 在这6个礼拜之内 指数再进一步挑战24988的机会 是相当高的 大家不要忘记 一个月 怎样都有千多点的波幅 更正都会有的 只要那个月 先行找了个低位 就有利后市进一步推升 我经常都说 经过9月份的急升之后 10月份的市如果在初前的时间 有些回吐 或者顺势回一回 补回若光的上升烈口 对后市发展更加有利 但实情就是 9月份出现了4个上升烈口 第1个是 9月2号 第2个9月5号 第3个9月16 第4个9月19 经过早轮的反复之后 9月19和9月16这两个上升烈口 已经被回报了 剩下的就是9月2和9月5那两个上升烈口 到现在始终都不肯回报 9月2号的烈口有195点 是相当大的 9月5号那个就比较小 只有49点 其实 烈口的回报很大程度上 都要有很多因素配合才行 包括我认为的股市 A股 或者市场上面一些 不利的因素 会不会放大了 成为 追逐者 或者追击者的一个借口 但是 直到现在这分钟 所谓不明朗因素 包括美国的债务 包括美国的国债 等等 其实已经是漸漸明朗 即是说 没有太多的利淡的数据 去给一些 做淡的追击 写在进行的追击 跟6月25日当日不同 当时 第一次 刚刚听到要退市 很敏感 如果想什么 退市 即是说 减少卖债 减少卖债 应该这样看法 如果真的要实施的话 他一定有一些经济的数据 显示得到 不但就业人数越来越多 而且 经济 向上的步伐 是相当稳健的 才会减少卖债 所谓减少卖债 可能100亿 200亿 250亿 但不要忘记 联储局现在每个月住是850亿 就算你减少的话 你也是继续住 就算一天全部都不住 亦都很正常 没可能 一直不断每个月850亿的住资 始终有一天会停 但最关键是什么 联储局会不会收回 市场流动性的资金 这点就很关键 因为要收回这些资金 你只有 一个方法 你就是加息 当息口上升 而令到资金成本重的话 欠银行钱 盡快还钱给银行 如果想借钱 亦都不借 当然 这对经济的影响 在那一分钟 可能会有少少的障碍 但我自己觉得 联储局如果有一天 真的要 要退市 或者要收回过多的流动性 一定是在经济 或者一些经济数据 表现得比较强 比较稳定的时间 他才会做这个动作 这一日距离现在 还是很远很远很远 所以我觉得 暂时来说 就不需要太担心 不过有一件事 大家要留意一下 市场流动性资金 现在是相当充裕的 其实机构性投资者 拿着的资金 仍然还是天文数字 我自己觉得 拿着这么大的钱 既然没有太多的离弹因素 造成任何的冲击的话 很大程度上 机构性投资者 都会抱着他的心态 拿着货的货 等等 不用这么急 拿着的钱 等机会再加着再卖 如果是这样的话 市根本上 没有条件大跌 只不过 暂时 不会涌上去 持货者如果 真的要入市的话 我觉得真的要考虑一些 传统的股份 包括 蓝筹 和一些 传统的 一些内银 或者受险股 因为这个板块一升 会带着指数升 如果单单说指数上升的话 老实说 主要成份股不升 指数怎样升 所以呢 大量的资金 应该投放在一些 传统的板块里面 剩下少量的资金 就做你的股神 你可以炒卖二三千 或者什么股份都可以 因为如果做好风险管理 万一个二三千股 或者其他的 投资 是面对亏损 你都不要紧要 因为 绝大部分的资金 你已经去了一些 重型的股份身上 如果大股上升 你一定是受惠的 这一点就是 理财的方法 好啊 谢谢卓sir 不如跟大家跟进 债宠南筹股的情况 我看到港股都刚刚收了市 回红方面 没有升跌 半日收报在84.9 中移动上升三号 中国银行跌一仙 公行跌四仙 建行跌一仙 港交所升两号 报126.8 国售没有升跌 收报26.5 有邦保险上升两号 腾讯升两元 金沙中国升四号半 长实升过半身地下跌五号 九仓升五仙 中海外升两号 幻置地升三号半 中海游升六仙 中石游升四仙 中石化升一仙 昆仑能源无升跌 收报11.9 中国神华上升过热 谢谢郭sir 看到恒指方面 上周升53点 收报23281点 成交金額285亿 国企指数 升28点 收报10658点 旗指方面升61点 收报23271点 低水11点 成交2203张 郭sir 谢谢你 我们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做新报说 股份有没有持有 没有 谢谢郭sir 稍后一点钟再和大家见面 有点想问我们 可以打电话来的 电话热线再呼吁一下 204 6566 或者给个电邮我们 稍后再谈